快看这个影视解说的频道 23年12月初上传第一个视频以来 短短两个月粉丝已经达到了60多万 影视解说号千千万 为什么这个频道在这个时候还能够卷出重围呢 因为说的没有唱的好听 这个频道里所有的解说都是唱出来的 你可能会担心自己五音不全根本做不了这样的号 而实际上我们用AI就可以搞定这一类的视频 今天我就将手把手带你复课 好 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 首先呢我带大家一起分析一下这个账号 它只上传了20个视频 最高的视频播放量是解说一念观山电视剧的这条视频 达到了178万 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视频 首先呢它的画面非常简单 就是解说的这部电视剧 甚至没有加太多的效果 下方就是字幕 而视频的最大特点就是解说的配音啊是唱出来的 改编了最近很火的一笑江湖 也就是科目三的音乐 整个视频时长呢也不算特别长 大约是一分半 可以保障玩播率 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实操部分了 在实操之前呢大家需要先确定自己要解说的电影或电视剧 以及需要使用到的配乐 那我这次呢想要用经典的电影《销声课的救赎》来演示 配乐呢和那个频道一样用《一笑江湖》 第一步找到音频文件 确定你需要使用的配乐后 我们先找到这个配乐的音频文件 我建议要大家最好是用WAV格式的 因为这是最接近无损的音乐格式 也可以先找到这首歌曲的MV视频 然后打开剪映 把MV视频文件拖入后呢直接导出 选择音频导出 这样我们就能拿到对应的WAV格式了 这里啊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我们后续处理时呢 软件只支持4分钟以内的音乐 所以我建议在这一步时就把它解短 第二步分离音频文件 一首歌啊既有伴奏部分又有人声部分 而后续呢因为我们只需要修改人声唱的部分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将人声和伴奏分离 在这一步当中呢我们需要使用的是这款软件 下载链架我已经附在说明栏中了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下载 打开UV25 选择input文件 就是我们上一步中下载的那个音频文件 然后选择output 就是我们这个分离出来的文件需要放的地方 选择这里的ensemble mode 因为我们是需要分离人声和背景音乐 选择这里的vocals or instrumental 其他的设置保持和我一样的默认模式 点击开始处理 等待大约几分钟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两个文件了 一个是instrumental 也就是伴奏 一个是纯人声的 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人声的效果 第三步 用chatGBT改写歌词 这里我们就需要准备歌词的部分了 也就是我们解说的内容 这一步呢 我们尝试让chatGBT老师帮我们解决 在开始前 我建议大家先和chatGBT确定 他知道这部电影 并且可以概述电影的情节 这是我的prompt 请问你知道肖生客的旧熟这部电影吗 你可以简单描述一下这部电影的情节吗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看来我们的chatGBT老师看过这部电影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chatGBT老师根据电影的情节和歌词的格式 重新写我们的电影解说文案了 那经过多次调试 我为大家整理出了这个prompt 可以直接用 你可能会遇到chatGBT给你的歌词字数和原歌词不同的情况 你都可以让它去调整 这是我最后获得的相对满意的结果 给大家看一下 当然我认为如果要做一个好的频道 这部纯靠AI还是无法脱颖而出的 因为我也让chatGBT写了很多次 但是总觉得缺了点灵魂 所以AA只能是辅助我们作为人类的创造力 在这个时候还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自己写这部分的文案 第四部制作歌曲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步骤啦 我这次使用到的软件是ACE Studio 这是它的官网 点击下载软件 提前和大家说明一下 这款软件需要收费 这是具体的收费标准 不过好消息是 它会提供14天的免费试用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先试着用用看 再决定自己是不是要购买会员的版本 打开软件 这就是它的界面 左边这里是默认提供的AI歌手们 上方是不同的轨道 比如歌手轨 伴奏轨 下方就是不同轨道的详细操作界面 我们把刚才用UVR5分离的两个音频文件托入 Vocal是歌手轨道 Instrumental是伴奏轨 在左边选择一位你喜欢的歌手 比如我直接根据标签筛选 女生摇滚 就这个吧 直接拖入歌手轨道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根据刚才XGBT改写的歌词 来修改原歌的唱法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单个的歌词 直接修改 这样呢比较精细 但很慢 我个人不是很推荐 或者也可以这里直接输入一句歌词 它呢会根据字数自动填充后面的歌词 但这个操作会吞掉一些延音符 什么是延音符呢 就是啊像这类的短篷杠 它只是在上一个字转了一个音 但并没有唱实际的歌词 如果我把这样的一个延音符也去掉的话呢 整个节奏就会变掉 所以我推荐大家用的方法是直接全选句子 然后右击编辑歌词 然后把我们刚才对应的那句歌词复制进去 记得一定要选择这里的跳过延音符 一起类推 我们把这首歌的歌词逐一修改 完成后 右上角文件导出音频即可 因为我个人对音乐创作也不是特别熟悉 完全是个小白 实际上这款软件呢 也还有非常多其他的功能 比如混合不同的歌手 制作一些demo等等 大家如果比较专业的话呢 也可以试着玩玩看 非常欢迎大家把自己的实用感受分享给我 第五步制作视频画面 最后我们就是要根据解说的这个歌词 去搭配对应的电影画面了 这一步呢比较简单 找到对应的影视资源 投入到剪映中 这里分享一个小技巧 我们可以用剪映的这个智能镜头分割的AI功能 它可以根据不同的画面镜头 把一整段素材分离 这样如果你需要找某个特定场景的话 就会快速很多 因为这一步比较简单 我就加速了 最后呢我们根据歌词 在画面中添加字幕即可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成片效果 只剩过二十年的岁月 小生可求树下的黑夜 无辜于习乎怎么分了遍 老中岁月只是一瞬间 记得天空暗大 多少梦想全部破灭 这心酸有谁能了解 最后啊我和大家解释一下 版权方面的问题 根据YouTube官方的说明 影视剪辑的话 画面部分只要你做了二次修改 只要不是直接照搬 还是可以发布的 这是官方提供的具体说明 大家可以研读一下 音乐我们也是修改了它的歌词了 融入了我们自己创作的部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自己将之前给大家看的那个成片视频 上传到YouTube以后 是可以正常开启创收的 大家如果遇到无法创收的情况呢 也可以告诉我 我们一起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这就是今天视频了 感兴趣的话赶紧去DIY一首自己的歌吧 我觉得非常好玩 我当时玩了整整三天 终于实现了我儿时的音乐创作梦 根本停不下来 非常期待看到最后你们的成果 如果你是纯小白 想要了解更多AI的使用技巧 想要知道更多用AI可以赚钱的项目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我最新上线的 AI商业实战攻略课程 在这个课程里 我会分享关于AI的一些实操知识 包括很多市面上没有人分析过的商业赚钱项目 带你手把手复刻赚钱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直接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 链接就可以查看课程详情 还有三节免费试听课 千万不要错过哦